黑熊被麻醉后躺在诊疗台上 受益师抓着他的左掌 小心翼翼的缝合伤口 这只珍贵的台湾黑熊 10月1号在台中和平山区 被俗称山珠吊得出钢索缠住 当时他奋力挣脱 不只用头撞钢索 还想用嘴咬着 情绪非常激动 钢索却越套越牢 他痛到没有力气 只能趴在坡地上等待救援 瘦医师来了 远远的为黑熊打麻醉药 终于让他沉沉睡着 全部的人赶紧围上去 继续展开救援 我刚新了 我点了 台湾黑熊被送到和平区 特生中心低海拔试验站 经过一个多月的细心照顾 左手掌伤口逐渐愈合 健康状况良好 还变胖了4公斤 左前肢的这个伤直的这个部分 伤口愈合是蛮良好的 没有感染的这种情况 那由套索造成的这个环状伤口 目前持续的在修炼当中 那经过受医师的判断 伤口可以靠口服药来控制 经过评估 受伤的台湾黑熊 很快就能到大空间龙舍居住 11月底回到他熟悉的大自然 但急救站说 套索在黑熊身上 已经留下永久伤害 右手掌也有伤口 可见不是第一次了 希望人类能够友善 对待野生动物 和平共存 记者廉家庆李云杰台中报道